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6月19日 星期一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講講啟德地盤發生嚴重的工業意外 有南工人被鐵枝貫穿大腿 哎呀 都覺得痛 情況如何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近期的工業意外特別之多 連B所以也講講輸入外奴方面的進展 爐方代表是北滿被加空 相關今天的爐僱會會議是中途集體離場抗議 甚至說不排除進一步行動 怎樣的情況 大家知道近日說到這個輸入外奴熱空空的話題 連B所以也講講今天各大事故 話說有兩個工人被困在半空當中 在告示打到 是怎樣困住做什麼的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啟德地盤工業意外 南工人被鐵枝貫穿大腿 勞工署派員調查 報道的內容提到啟德發生工業意外 在今天6月19日下午1點多 HK01接獲讀者報料 指木園街近車站廣場一個地盤之內 一名南工人被一條長約三尺的鐵枝插中大腿 從讀者提供的照片可見 受傷的南工人的右邊大腿被鐵枝貫穿 坐在地上動彈不得 當時仍然清醒 有工人從旁扶著鐵枝和查看傷勢 勞工署回覆查詢的時間表示 已知識事件 已派員到意外現場了解 並就意外原因展開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再一宗工業意外 據一些現場消息人士 透露給HK01的照片可見 插到認認 據報勞工署已知識事件 並正在調查中 希望這位工人就無大礙儘快好 另外亦講講這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灣仔入境事務大樓吊船而設故障 兩名工人被困半空 告示打到部分行車線封閉 報導的內文提到 灣仔發生吊船意外 有工人一度被困半空 今天6月19日下午2點多 位於灣仔入境事務大樓 外場的一艘吊船 停在六樓高處動彈不達 兩名男工人被困 吊船之上條條伏的情況 險象還身 警方和消防接報到場交換 期間消防出動雲梯 成功拯救兩人 將他們帶回地面 期間上次一段告示打到需要封閉 消息說當時兩名工人正於吊船之上 處理大樓外場海報 期間吊船突然向右傾側 兩人大驚 立即通知上級報警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吊船意外 兩名工人在半空 據報當時如這照片所見 做外場海報 海報應該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二十六周年 據報當時兩名工人相當狼狽 在半空當中 幸好叫上司盡快報警 亦將兩人拯救 另外亦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吐露港公路三車傷狀 貨車翻側三人受傷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天6月19日下午兩時 大埔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 近大埔駕位置 有兩格貨車和一格的士傷狀 其中一部貨車是翻側的 意外導致三人受輕傷 救護員到場的時間 傷者是清醒的 被送往大埔拿打塑醫院治理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相關的貨車是翻側的 不過幸好相關的傷者就清醒 送丸 另外亦說說這宗消息 有關輸入外勞的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勞方代表不滿被架空 會議中途集體離場抗議 只不排除進一步行動 報導的內文提到 政府早前公布輸入外勞安排 循特別計劃為建造業和運輸業輸入外勞 勞僱會在今天6月19日開會 討論輸入外勞等等議題 政府和資方代表派完到場與會 六名勞方代表因為不滿政府事先 並沒有諮詢勞僱會 認為架空了勞僱會的把關角色 閹割本身應有的功能 因此在會議中途集體離場以示不滿 勞方代表林偉剛表示 當局只是在會議重新公布 輸入外勞計劃的詳情和因有 在對外公布之前 並沒有諮詢勞僱會的意見 認為是將勞僱會把關的角色抽起 直接當局不尊重勞方意見 在商議計劃的過程 也只有資方和政府當局溝通 當中是沒有工會的角色 他就說勞方代表在會議之前 已經準備作抗議行為 但希望給當局在會上解釋 說服委員的機會 不過見到資方和政府代表沒有誠意 所以中途決定集體離場抗議 對於26個一般不得輸入外勞的職位 將可以輸入外勞兩年的做法 林偉剛表示強烈不滿 指當局沒有客觀數據 支持這一種做法 質疑是不是26個行業 都有輸入外勞的迫切性 他以運輸業為例子 指小巴和客車司機不是沒有人做 而是薪酬待遇低導致請不到人 他認為一天不改善薪酬待遇 一天都請不夠人 就直接看不出有做到本地就業優先 林偉剛期望政府對訴求作出回應 並在輸入外勞的過程受工會監督 否則不算是諮詢 另外勞僱亦出請 徹日落條款 指應該在打爛工人飯碗之前 保證會暫緩措施 指政府作改動之前 應該先與各方溝通 而並非一意孤行地說 至於勞僱會和其他勞工團體 會不會有進一步行動 包括舉辦公眾活動 或者集會等等來表達不滿 林偉剛表示 需要先與各團體溝通 商議 但不排除有任何進一步行動 勞方代表今天開勞僱會 不過開會中途集體離場 亦表明不排除有進一步行動 不過是怎樣的進一步行動 暫時未知 林偉雙輸入外勞的話題 近期的討論越來越多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做到本地就業優先 也未必 對本地的勞工 尤其是低技術的工人 是很大影響下的 事件會不會有轉機或者有轉變 暫時未知 也未知勞方代表會有什麼進一步行動 另外也說過這宗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港鐵站升降機故障 乘客局走樓梯搬寵物 令我報告不幫忙反租圍插 報導的流氓看到 有位網民在星期日6月18日 在Facebook群組引發貼文 表示 大同乘車重夜搭港鐵 打算前往西九龍廣場 當抵達深水埗站的大堂之時 才發現站內唯一一部升降機 需要更換零件 而暫停服務 因此被困在地鐵站裏面 就說 有整男車我拿不起 沒有升降機 我自己一個人搞不定 事主於是詢問 職員有沒有其他前往地面出口的方法 不過對方表示 只能夠送他到就近的車站 例如長沙環或者荔枝各站使用升降機 就說 職員不肯幫 港明連輪演升降台都不開 一來就提出送我去附近地鐵站 職員又說不會幫事主拿寵物到地面 令到他大感不滿 當場直施 你們不是幫我解決問題 閉嘴 事主最終只能夠找朋友到場幫忙 一同將寵物經樓梯搬到地面的出口 他怒施 原來港鐵從來沒有想過有人會用升降機 只等待朋友的15分鐘之內 已經有至少20個人推手拉車 BB車 喬 說沒有升降機表示怨言 有三位甚至影響留下做證據 他批評港鐵沒有提供到正常途徑想去地面的方法 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鐵文印尼網友熱烈討論 不少人直施事主無理取鬧 認為升降機故障屬於不可控制的突發情況 職員是沒有責任提供協助的 就說 看不到職員有甚麼錯 輪椅升降台給輪椅用 你又不是雙殘坐輪椅 有手有腳的就自己走上去 沒有人叫你帶那麼多東西搭地鐵 就自己搬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傢伙寫完上網後 就被人拿回頭 事件成為網絡熱話之一 大家認為誰是誰非不妨留個言 一起聊聊天 我是孔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